好,话题现在开始 先欢迎大家来到CSMP主治学的第一堂课 语可以是导论 现在春未暖,花未开 但是有声音在小小的月亮河上空徘徊 说开学了,于是就开学了 我们今天算是 我们蓄谋已久的主治学课程的导论部分 也算是第一课 我们开这个课程 除了为了加强咱们本教会主治学的课程以外 也是试图来探讨一下教会主治学重建的可能性 至少为教会主治学的建设提供一个基本的框架 这个框架或者是教学的目标、教学的方法 可以用两个字来代表 我开始写书法了 认识中文的 不认识 更读 这其实是古典汉语文人默克常用的两个字 读就是听道 更就等于是行道 读或者说是领受真理 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更就是修理、看守、种地、放羊、建造、圣殿都可以放在一起了 所以咱们这个课程就是两大目标 两个基本方面 一个是读 就是学习知识 一个就是耕 就是在园子里看活 这两年我越来越在想乐园的意思 就神为亚当建造了一个乐园 其实这个乐不是安乐 而是劳动快乐 这是真的 在我们开学之前 我们要特别感谢咱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过去两年在这里的操劳、奉献、抛家舍业 特别感谢求神纪念东北一家人 在这里流血、流汗、流泪 愿我们图书馆以后所有的课程 在城门口都荣耀他们 纪念他们的付出 我先说说耕 然后再讲讲读 就是算我们今天的导园 耕主要是教导咱们的孩子先在园子里面种一些植物 当然可能有的家长说 凭什么到你们家种 在我们家也可以种 我们这里主要提供一个同学、同耕的一个机会 孩子们可以跟同学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互相介绍自己所种的东西 这里面有一个竞争的关系、合作的关系、同工的关系 然后还可以在每一次上课的时候 介绍自己所种的植物 它的特点、生长期、花期 和大家分享 包括你种植物当中经历的成功和失败 如果死了 你要吸取教训 要重新开始学习这些功课 主要是来认识上帝创造万物的奇妙 和生命本身 它的那种尊严以及高度的敏感 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爱心去照料它 我已经做好了蔬菜床 投放了120袋花园土 干了两天汗流浃背 所以你们来的话 直接种就可以了 我说我们教会提供必要的资金 让家长带着孩子们去买土 去买秧苗吧 从种子开始可能太慢 就是到苗圃去直接去买秧苗 五月的第一个周末 我们就可以来种了 等一下今天可以出去去看一看 那种的主要作物是多年生的 不是一年生的 我得写一个英文 可能你们能认识一点 就是这个不对 我们要种的是多年生的 认识吧 这个是我们要种的 就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因为树太大了 我们就种这一类植物就可以了 五月的第一个周末 我们就开始 就是下个月 家长带你们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院子里面去种这些植物 你可以拿手机拍照 然后你种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录像 也可能这是你一生最早 建造的一个生命 要记住它 你也可以给你的植物取名字 你比如说下个五月的第一个主日 比如说西西种完了以后 我会请你上来 你在这来讲 你植物叫什么名字 它有什么特点 哪年哪月种的 然后你施了多少肥 诸如此类 六月份 你要来讲 这一个月它有哪些变化 发芽了没有 长得多高 我们要为每一个植物建立档案 建立做一个日记 这是我们的耕这方面的一个基本的设想 那么最后我们可能还要有一些新其他的一些劳动 我们根据这个变化 我们在做安排 这是我们耕的这个任务 五月可以种一些植物 六月还可以种一些植物 七月再种一些植物 我们一直可以种到十月份 我说蒙特利尔的好处就是每个苗圃 每个月份都有英记的秧苗 让我们可以去种 我在想 我还没有想清楚 看到是有多少孩子报名 如果同一个月份全都种的是不是会太挤了 那我们就分成五月一个班 六月一个班 七月一个班 也可以 我到时再通知大家吧 等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再给大家发通知 读 我现在讲讲读 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知识学习 配合我们那个CSMOP的三年制学习 我们的主治学也是三年制一届 所以孩子们在这里学习 你要做好三年的准备 每年的课程的时间是从复活节到圣诞节 是八个月的时间 大约是八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从四月份或者五月份到十二月初 然后就闭馆了 在这个期间呢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和孩子 可以任何时候任何时间到这来 你不用给我打招呼 我的门总是开的 下来看书 学习都可以 上网也可以 这个八个也就等于八个课时 那么这八个课时呢 每年是八个课时 这三年三年的我们有三个学习的主题 第一个学年就是今年的五月到十二月呢 我们的学习主题叫启示 这是第一年啊 启示于文明 我们的课程需要家长高度参与的 因为有些概念我讲中文嘛 孩子不一定明白 所以家长一定要跟孩子一起 启示于文明呢 就是我今年用八个课时 把你们面前的八套书讲完 一个月一节课讲一套书 就是启示就是上帝的 等一下我来讲 就是上帝的真理啊 和人类的八大文明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最终是为圣经真理做见证 第一本书呢 第一套书就是这套书 这套书现在我没有拿到 因为还在路上 也是刚出不久的一套书 这套书呢叫做戈贝科利时镇 有人听说过吗 你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啊 为什么要从他开始讲起呢 戈贝科利时镇 以及这个时镇旁边这个遗址 最新又有一个挖掘 有一个新的挖掘 这个文明遗址是 是期间位置 人类所有考古遗址 年代最早的文明遗址 它的时间呢大约是在 在一万三千年左右 那么到什么时候呢 到2004年 2024年到今年 一万三千年到2024年 亚当大约在什么时候被造呢 亚当正好是在这个中间点上 这里大约是六千五百年 这里是六千五百年 那您可以整数七千年都可以 所以我们说啊 亚当越来越有可能不是第一个人类了 这个戈贝科利的这个遗址 非常非常的奇妙 现在科学无法来解释 它如何达到了那样高度的文明 也无法来解释 在这个时镇当中大量的动物的浮雕 我买了一套 在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疯狂的 巨石迷的这么一位专家探险家 他写了一些关于这两个遗址的文献 当然他有一些发挥 我们会借着这个来讲 从创世纪第一章到亚当中间 人类或者地球上可能发生的故事 动物植物和人什么样的人 这是第一大文明 现在有人来猜想 就是这个地方的遗址 可能是伊甸园的位置 我是否定的 伊甸园一定是在这个时候才有的 我们如果仔细读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 不仅亚当可能不是第一个人 就伊甸园里的动物也可能不是第一代动物 你仔细看 创世纪第一章 神说地上要生出活物来 对不对 第二章就是用泥土造亚当 用泥土造动物 这明显不是同一种制造的方法 这个之间可以给我们开辟无限的空间 把迄今为止三百年来科学对圣经所有的挑战彻底的包容进去 对吧 我们不用再那么穷对付了 死撑了 判世四年代彻年法 不准 然后亚当到耶稣到我们今天有很多漏袋的记载 因为实际的历史比较长 你再长也长不过七千年八千年 没有用的 人家这个历史已经推到了这么远了 所以我们还是诚实起来 而这套书是我们五月第一个周末课程的主要内容 那个时候书就到了 我也可能复印一些图片给大家 那么需要家长的孩子们先到网上搜索这些信息 做好预备 这样的话我讲的时候可能你更容易去理解 也会帮助我们的孩子在学校 遇到同学老师对基督教对圣经攻击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回击 就是你们讲的那套东西都是在给圣经做见证 我们的圣经都在里面 全部都早就讲了 你们今年所有的发现圣经早就说了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节课 今年的第一节课 讲戈贝克利文明 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是第一大文明 第二大文明 这本书叫吉尔加美什 吉尔加美什是人类迄今未止最早的史诗 他所写作的地点在哪呢 就在巴别塔加勒底乌尔那一带 这本书主要的内容从我们的角度说 就是关于上帝拆毁巴别塔 有一些人死死的赖在那个地方 不愿意分散到全地重建巴别城 重建巴别塔 极其失败的事实 我们回来讲这件事情 但是这本书也包含了很多创世的神话 你会发现各个民族创世的神话 有非常多重合的地方 到底为什么 这是六月的第一个 第一个星期六要讲的课程 七月 我们到了哪里 到了埃及 古埃及文明 这是苏美尔文明 也可以说巴别文明 土耳其文明 这是古埃及文明 这是三百特别经典的书 这是大金字塔上的名文 这是最好的一个译注 大金字塔 大金字塔的时间和这个时间比起来 它要比大金字塔早七八千年 所以大金字塔的时间几乎跟亚当创造的时间差不多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文明有多远啊 然后就是古埃及文明 大金字塔塔上的名文 这两本书被称为死亡之书 亡灵之书 就是古埃及人就开始思想死亡了 死神了 各种崇拜啊 祭司啊 那么这套书和圣经重合的地方有两块 一块就是 约瑟 亚伯拉罕 亚各 约瑟 下埃及 摩西 约书亚 出埃及 和主耶稣一家三口流亡到埃及 我们讲这套书 古埃及文明的一个神学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以色列人到主耶稣 怎样回应了埃及人关于死亡的迷思 关于死亡的这个思想 全人类没有比埃及人的想法更丰富了 所以这套书是我们七月份要讲的 把那本书递给我 这是八月份 好 请进 这是八月份 我们重点要讲的希腊文明 古希腊文明 这本书作者是河马史诗奥德赛 我在正道当中讲过这本书 奥德赛是讲特鲁伊战争之后 有一个叫奥德赛的英雄 千里迢迢回去找他太太的故事 也就是回家的故事 这个故事可以平行 亚伯拉罕奔上天国的家乡这个事实 而希腊文明被成为西方文明的根 美国文明欧洲文明上述到最远 就是古希腊文明 古希腊文明的根源就是河马史诗 这本书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名著 世界名著 我们相应的还会讲一个关联 就是河马是个瞎子 所以我一直在想 就是圣经当中主耶稣的瞎子得医治的神迹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指河马 就是希腊人看清了 摸清了世界的很多东西 是其他的民族没有触摸到的 但是他看不见上帝 看不见神 约翰福音还是路加福音 我不记得了 约翰福音 当时耶稣一个门徒跟主耶稣讲说 有几个希腊人来找你 然后主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就是整个世界都要来敬拜他了 这是八月份的第一个周末 我们要讲的第四节课 再来这本书 还有那本书 这是一套 这是人类的第五大文明 当然这个就是犹太圣经和基督教圣经 这本是迄今未止最早的文字版的圣经 你看什么时间出的 主后一百四十四年 这吓人吧 这是最早的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本成文版的 《新约圣经》 当然它不全 当然这本圣经有问题 那我不管它 这本是迄今未止 人类历史上最全辈的西伯来文旧约圣经 列宁格勒抄本 Codex你们经常会看的这个词 中文把它翻译成抄本 现在在彼得堡图书馆 因为这个列宁格勒和彼得堡是一个地方 这本书也算是价值连城 所以我去买这本书的时候 这个书商专门给我 那个字条放哪去了 所以特别感谢你来读这本书 我们非常非常感激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看这本书 这本书全部的都是西伯来文 而且是第一次为西伯来文标注了原音的圣经版本 那么现在所有的旧约圣经 西伯来文圣经的最早的参考都是它 所以它很重要 它是圣经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在圣经的那个橱柜里面 有大量的各种版本的圣经 几乎全了 就是十本最古老的圣经 我们都全了 但是这本是个划时代的 那么我们到了第五解课的时候 是第五解课的时候 我们会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圣经的历史 就是千百年来圣灵如何借着教会来保全上帝的话语 世界攻击我们 因为我们去学校 特别孩子们在学校里面 经常会遇到一个攻击 说你们的圣经是人编的 每一个都不一样 我们强调的角度不同 就是为什么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人所编的基本上还一样 我们看问题的主要方面 我们看神是怎样来保守他的画的 这是第五解课 第六解课 这本书 这套书给我拿过来 这套书是古印度最早的赞美诗 叫《黎聚废陀》 这本书的原版 就是全文的英译版 也在路上 4月10号到咱们图书馆 850多买全了 三大卷 是建桥大学 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 第一次把《黎聚废陀》全部翻译到西方世界 中译本只能选一点片段 然后做一些很外行的评论 但这已经算是专家了 这个译者实际上是在印度学哲学的 汉译名著 大家看到这是商务印书馆的 我们那有一个书柜 两个书柜全是商务的专著 汉译名著有两大缺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 中国的汉译名著 主要是在启蒙思想的框架之下翻译过来的 也就是说它包含着非基督化的恶谋 也就是说有些西方真正的名著它没有翻 我们要把它补充进来 第二 整个的汉译名著商务印书馆编译的历史 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编译的 所以存在一个我讲的 就是序言上的暴行的这样一个现象 什么意思呢 他总会把马克思恩德斯的一段语录 夹在这个书的前面 这真是像在一个圣人头上撒尿 这特别脏 但没有办法 他根本不挨着 就是马克思认为一切宗教现象 都是人类什么什么虚灵的反应 然后学到前面 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两个问题 我想重点讲的就是 印度 印度所有的文明最早最早追溯的就是这套书 它非常非常重要 想了解印度文化 这是一个敲门砖 离句废陀 翻译成汉语就是赞美知识 赞美道 废陀相当于中文的道 老子的那个道 道成肉身的道 知识或者智慧都可以 这本书也包含着印度人对世界创造的基本的理解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儿童主持学要讲这一套呢 就是不管我们的孩子在这个课堂上能够领会多少 一定一定要对这八大文明的最初的最权威的著作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这只是个开端 你可以问我 会问家长和家长一起学 最后这三年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拥有这方面的最基本的知识 并且可以依据圣经对这些文明 八大文明有个基本的判断 然后怎样利用圣经来回应所有的民族 所有的文化 所有的宗教都一样的这样一个错误的观点 看一看他们的缺点在哪里 我会讲到 那么这本书是 它有四本《废托经》 这是第四本 这本书相当于林恩派的宝典 叫什么 医治神迹 印度医药 然后怎样驱灾驱病 他讲这一套 我们可以解合我们对林恩派的批评来学习 这是第六本 第七本拿来 就是这本 我这是寻找了很久很久这本书 这本书也非常非常贵 非常非常珍贵 印刷极其精美 这本书也存在着一个序言上的暴行 因为这个序是郭沫若写的 郭沫若用毛笔写的 我们知道郭沫若是中国的文艺文学界的沙皇 我最厌恶的是这个人 这本书的作者叫沈崇文 沈崇文前半生写了很多名著 有的也拍成了电影 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叫《编程》 我看了好几遍很喜欢 我一直认为沈崇文比鲁迅都要强 这点我跟马月然的观点一样 马月然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唯一懂中文的评委 他说中国最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就是沈崇文 但是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规矩 就是必须是活着的人得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论小组 已经决定要把文学奖发给沈崇文了 沈崇文的太太张兆和就告诉他 他前两天去世了 说马月文在这个小组会上是放生痛苦 马月人是很有眼光的 沈崇文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作家 但是他在中青年的时候得罪了一个人物 就是郭沫若 以至于1949年以后 郭沫若也对他进行塌伐 他从1949年一直到死 再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学作品 那他后半生干什么呢 就编了这本书 叫《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我每次看都有心得 非常非常喜欢 什么叫中国文化 什么叫中国文明 我们一般讲就是文史笔墨指研瓷器 比如说景德镇的瓷器 还有中国功夫中国医药 但是这些东西在其他民族当中 其实都有平行的文化产品 有人说中国跟其他文明最大的区别 其实就是书法 我们是稍微夸张了一点 其实有文字的地方都有书法现象 我认为你一定要找中国文明的独特之处 是什么呢 真正中国最独特的文化产业 谁知道是什么 丝绸 中国衣服的本源丝绸 丝绸产业是全人类 中国是一枝独秀渊源流长的 没有一个民族会这样来做的 像亚洲 像韩国 越南 它都是模仿的 都是非常边缘的 这是个非常非常奇葩的现象 所以以丝绸为内核的中国服饰史 真正的代表了中国文明 但是你们知道这个丝绸是怎样做成的吗 蚕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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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全人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 像中国人这么残忍 就是丝绸和蚕丝的制造过程 是人世间最残忍的一种产业 有一个词叫寸丝签命 就是你这一小块头巾 可能就有一千条蚕蛹被杀害 蚕是怎么抽出来的呢 就是蚕最后变成蛹的时候呢 他给自己织了一个小房子 简 他住在里面 他住在里面干什么呢 就等着破简而出 以后变成蝶 好跟自己的女朋友男朋友生育下一代 但是为了自私 这个残忍还在这个残简里面的时候 就把千千万个残忍放在热水煮沸的锅里面 全部煮死 这套做法实际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敢做的 但我们已经做了上千年了 而且从不知羞耻不认罪 在罗马帝国时期在西方 我们经常吹嘘说其他民族不懂 然后有人偷 说两个传教士在中国偷了两个残忍到西方去做 纯粹胡说八道 或许个别有这种情况 但事实上是所有的民族不敢做这件事情 不会做这件事情 这个残忍工业传到了印度 印度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发明家 因为你知道印度的宗教和文化是反对杀生的 那怎么办呢 印度人就发明了不杀勇的 叫做和平非暴力的丝绸制法 后来就传开了 印尼的总统还专门去夸他们 说这太伟大了太了不起了 然后在亚洲一些国家 也包括中国一些人参与了 就近些年兴起了一场运动 就是敌制真丝 敌制丝绸 所以这个工业太残忍了 西方欧洲其他国家 不是不能去 这没什么高科技 是人家不愿意 就像我跟一些朋友讲 你那个高铁不是人家不会 加拿大美国不会弄高铁 他弄不了 能弄 但是他不会弄 丝绸也是这样 所以丝绸的残忍 我过两天会发一个小短视频 发在推特上 你们会看见整个过程 真是惨不忍睹 就是种族灭绝式的来消灭他们 一个方面称他们为产宝宝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把他们机体的灭门了 整个过程当中那个扭曲痛苦 惨不忍睹 我看有人 因为在网上一直在征战 特别这些年随着文明的进步 有些人为辩护说这些低等动物没有知觉 但是不管怎么样西方人不太愿意走这条道路 但是这条中国的丝织业、纺织业、服装业的背后 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就是我们为了衣食住行 可以完全不顾任何生命的死活 他的残忍和黑暗以及不知羞耻 这不是沈从文能看见的 是我们借着沈从文帮他看见的 这个过程我们只能用一节课的时间来讲 蚕丝和丝绸是中国精神真正的代表 这本书从山顶动人一直讲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服装历史的严格 我们会找到其中的一条主线 来讲一讲我们这个民族在神面前的罪孽深重 我们要认罪悔改 又回到圣经上去了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一直有人在问一个问题 说我们犯了这么大的罪孽 上帝为什么任凭我们呢? 凭什么不去惩罚我们呢? 我想举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小麻雀的问题 我们知道大饥荒的那个年代之前 中国人杀死了21亿的麻雀 那接下来是几千万人被饿死 这相当于是一种天罚了 灭蚕,杀虫子 大家想过没有? 这种天罚可能应验在一件事情上 这件事情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就是中国的计划生育 其实计划生育是对中华民族最残酷的一场惩罚 从五十年代开始了 到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初成为强制性的国家政策 这个计划生育杀死了中国多少人? 或者中国少生了多少人呢? 四个亿 四个亿的中国人 我在看这本书想中国的丝绸产业的时候 我在想 这么残忍,这么黑暗的人口灭绝 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就得罪神了呢? 我找来找去 我找不到别的 这么大的罪孽 我想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关 就是我们怎样像虫子一样 把它在萌芽状态 不让它生孩子 就把虫子用热水煮死了 你就会发现有一段时间 中国的男男女女父父母母 夫夫妻妻 他们的孩子在同样的时段里被拿走了 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 心里都是特别的筋软 就是圣经上有一句话 神是得罪不得的 神是轻慢不得的 他真的发怒 谁能站得住呢? 所以我们主治学讲这些 还是要教导我们的孩子 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公义的人 去热爱生命 敬重生命 包括对待植物和动物 那都是生命 我们不是佛教徒 但是你何必一定要毁掉一颗蒲公英 你为什么何必一定要碾死一个动物呢? 它活得很好 它是上帝造的 上帝造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就足以让我们警醒 上帝说 他所造的他看着很好 那你为什么要弄死他呢? 这是个问题 对不对? 我们要爱他们 尽可能去关怀他们 这是我们的主治学也要讲的 这是我们的第七节课 讲中国历史 中国文明 好 最后一节课 把那张字条给我 这两本书也没到 所以用这个白板来代表 有人知道这本书吗? 所以我说我们的家长也要学习 这么结构性的文明经典都不知道 爸爸知道吗? 不知道 不怪大家 我们看到了几大文明 刚才我们讲过的 这个土耳其最古的文明 土耳其其实在哪里你知道这个文明的地了? 就在亚拉拉山上 就是这个遗址离亚拉拉山极尽极尽 甚至在一个地方 亚拉拉山创世纪第八章 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 所以这个史前历史真的奇妙极了 亚拉拉文明 然后呢 印度文明 希腊文明 埃及文明 巴比伦文明 中国文明 还差一个地方很古老的文明 这就是印第安文明 美洲的文明 南美洲 北美洲 就是中美洲的文明 这是整个美洲最早最早的创世神话 或者是诗篇 或者他们的宪章 翻译成中文的叫波波尔乌 它的乌是草纸 纸张 波波尔是草垫子 就是他们聚会像我们一样坐在草垫子上 然后讨论国家大事 写成了这本书 叫波波尔乌 这本书已经翻译成中文了 所以我 而且有很精美的插图 为什么现在没有拿到 是因为太远了 恐怕到5月才能寄到 然后我买了最好的英文版本的 因为它最早是印第安语的 这本书很有趣 它也讲了至少有两个信息和我们圣经有关 第一就是创世神话 波波尔乌的创世神话 让我们特别的感动在什么地方 你想一下 中美洲可以说离中心 离巴勒斯坦 离耶路撒冷最远了 但是这本书讲的创世神话 至少有50%到60%跟创世纪是一样的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 都是从这出来的 从巴别塔之后 人类往世界各地去流散 这是真的历史 是实 然后他就讲这个历史 到这个民族建国的时候 整个的历史的严格 这种叙事方法和圣经一样 你看圣经是从创世纪一直到以色列的民族 以色列的建国 这本书也是一样的 这里面特别谈到了南美洲的作物玉米 动物鹦鹉 很多有趣的故事 这是我们最后一节课 我们把美洲的最早的名著也介绍给大家 实际上这八节课下来 我们搭建了启示真理 和人类八大王民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同时为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儿女 在世俗化的学校当中 为自己的信仰辩护 并且向他们的同学和老师传福音 预备真理的根基 课程是会有些难 不一定全听得懂 像这个小孩 一定要家长慢慢慢慢的带着 一起来学 求神保守我们的课程 这是第一学年 我们的主题叫启示于文明 巴解课八大文明 第二年 2025年 我们的巴解课的内容是圣经 圣经于名著 也是这巴解课 详细的我不再讲了 基本的内容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给孩子们介绍人类的三大类的名著 第一类是思想名著 比如说像哲学名著 比如说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现代的这些康德、哲学家 我们也要介绍给孩子们 因为你们在学校中学以后可能就会学大了 思想名著是第一类 就是圣经跟那些思想名著之间的关系 第二 圣经跟文学名著之间的关系 这个文学名著当然也可能包括中国的文学名著 百年孤独 这一类世界名著 托尔斯泰的复活等等 我们也会讲它们跟圣经的关系 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所有的伟大的文学名著都和圣经有关系 或者是受它启发或者为了骂它 比如说我讲的 尤里希斯就是为了骂圣经而出名的 这是20世纪最高的文学巅峰 我们会介绍给孩子 这是第三类 第二类 第三类名著 就是过去几百年时间的儿童文学名著 儿童文学名著 比如说小王子 这个 我还说不好叫什么 什么漫游记 埃里斯漫游记 对 南尼亚传奇 这类名著我们要介绍给大家 还有一类我忘了说了 第四类是什么呢 就是过去一百年的时间里 基督教的名著跟圣经的关系 包括刚才他讲的 那个作者就刘伊斯 他这一百年来有影响基督教会历史上的很多文学名著 也包括路德的作品 加尔文的作品 和我们这一百年来 在西方和欧洲流行的 世经著作 神学著作 我会介绍给大家 当然我们重点说他们的不对 因为他们构成了我们说的主流基督教的一个思想的基础 这是第二学年 讲圣经跟名著的关系 第三学年 我们讲真理 主题是真理与生命 真理当然还指圣经 生命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三学年 我们要对我们在这里栽种的植物做一个系列的课程 可能也包括在我们这个圆子里信仰的动物 我还没有想好 我再查能不能买两只小羊什么的 特别是我们圆子里的动物 我们要做一些研究 现在我大初步统计了一下 我们这个圆子的鸟类不下三十种 常见的 我们要研究它们 了解它们 给它们做记录做观察 我们要学习摄养 然后从圣经上的角度来对它们做一些认识 第三学年 我也想最后完成的 我最近一年预备的一个电影 就要把小麻雀这部动画片拍完 现在我已经委托一些人去写了 具体内容我不跟大家讲了 孩子们也不太懂 主要讲当年中国怎样消灭麻雀 那个简短的历史 但我把它讲成故事 做一种民族的反省 和我们对生命本身热爱的一个见证 那么第三学年完了的时候 咱们这一届课程就毕业了 毕业了我带大家去以色列 第三学年完成的时候 是2027年 那一年我60岁了 2027年我们就结束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教会组织学课程的第一届学生的课程的一个基本的计划 现在大家当务之急 是预备第一学年的相关的知识 就启示于文明 就是圣经和桌子上的八大文明的最古老的著作之间的关系 不需要买了这书 贵了要命 就在我这就行了 但是可以在网上查一些资料 为了预备五月的第一节课 五月份的那个第一节课 大家家长回去需要跟孩子预备两件事情 第一 查网上的资料 让孩子们看那个YouTube上的短片也好 了解戈贝利克时证 找一些画片、画面 看看那些动物是什么 然后呢 我看我五月 四月底那个主日吧 或者倒数 因为四月底那个主日我去多伦多讲道 倒数第二个主日 我会给孩子们分个班 要看孩子们报名的情况 就是来决定五月的那个周末 在我们这种植作业的学生 好吧 你可能选两三个 两个孩子就可以 人多也装不下 但他种的时候 这两个孩子种的时候 其他孩子在边上看着 看着要去学习 好吧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求神保守咱们的主日学的课程 规模很大 内容很深 需要很多经理 需要家长的配合 求神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同工 好的 祝福大家 剩下的时间 我们可以出去在园子里 稍微走一走 好吧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